哈囉 大家好 我是桑姐 身為一個懶豬家族 我們家其實超級懶惰 所以呢 我們餐桌上常常會出現 水餃這個東西 在為了水面裡面有最好吃的水餃 這一次我就來幫大家開箱 八間冷凍水餃瓶瓶 這次呢 我也邀請了在水餃年資比我還高的 老媽媽 畢竟 水餃的常常都是她在煮的 人家我去買東西 人家都還會叫我美名 你給你瞎搞是不是啊 那我要跟那個老媽說 各位懶豬協會的成員們 你們好 經過了四年 懶豬會長 終於研發出一號周邊 套出來做水餃 上面寫 eat everything do nothing 就像我現在這樣 吃飽喝足就躺著 哎呀沒關係啦 算是做了蠻久的 因為我覺得對於細節啊 跟圖冠我自己都蠻有要求的 畢竟已經過了四年 她出了一號的東西 應該是要完美又漂亮的吧 老媽 我終於出了一個周邊 你覺得怎麼樣 哇 我女兒長大了 顏色很漂亮 應該是我有建議對不對 你昨天是不是偷走了一個 嗯 不是偷走了 就是順手拿走 那飛我出了一個周邊 你覺得怎麼樣 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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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啦 eat everything do nothing 會不是跟你一樣嗎 妹妹啊妹妹 欸 下面有你啊 你看到了嗎 給你像嗎 蛤 Yuki啊 你覺得今天似乎怎麼樣 自己說 下面有你 蛤 那怎麼一號周邊要做水瓶呢 因為我自己私底下 真的是非常常帶的水瓶去拍片 因為口乾舌燥 而是甜的 就想喝水 像這個保溫杯 你要裝冷暖水 都可以 我覺得這個算是蠻實用的 那因為是懶珠嘛 所以我們就有兩種喝法 喝水 也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情哦 那你只要買一個水壺 我們就送你一張 防水大張的 懶珠寫回貼紙 你們看到裡面的東西 好像很熟悉呢 你們自己來找答案 再跟我說哦 那我們還加碼一個小活動 你就要在前48小時下單 我們就會抽30位懶珠 你們也可以問我任何問題 我就會寫回覆 在這個明信片上 寄回去給你們 只有你們知道這個答案哦 那如果你想要支持懶珠會獎的話 必須是第一號周邊 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支持我 那從現在開始到5月28號 開放給大家預購 那過了這個時間 你想要再購買就沒有了 就會絕版了 不再追加 那這個杯子呢 我們是一毛不賺的 成本多少就賣多少 真的不是要賺錢 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共襄盛舉 好不好 畢竟不偷懶 出了一個周邊 大家就好好給我鼓勵鼓勵 第一家 果冒無媽家 非常有名的鵌春水餃 它就是主打健康風格的食材 所以呢 我們就選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高麗菜鮮肉 一個是四季豆鮮肉 四季豆 欸有有 現在很多水餃都加了一些 我們平常不是吃的高麗菜的蔬菜 它的水餃每一個都是單人房耶 而且好像很高級的樣子 那我們先吃這個基本款的高麗菜鮮肉 它的外形就蠻正常的 就沒有什麼雞花的表現 但是呢可以感覺出來它的餡啊非常的飽滿 把那個皮都撐在那邊的感覺 它其實很多耶 蠻鮮甜的耶 它調味調的剛剛好 因為我是醬油派 我是吃什麼都要加醬油派 但是我覺得這個調味是很剛好很舒服 而且它皮不會很厚 高麗菜的存在感其實蠻高的 不會說都是肉餡 1比1的感覺 我個人是對於豬絞肉的那個豬味 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這一個是我可以單吃也覺得很舒服 不會膩膩膩心的豬絞肉 它的皮是 它是有嫩度啦 而且它不會讓你覺得爛爛爛 如果你去加醬油派 就是不管怎樣都一定要加醬的話 那這款對我來說會稍微有點鹹 那我們就來吃四季豆口味 好酷的口感喔 我第一次在學校裡面吃到這種粗硬的口感在裡面 就是它的纖維感是蠻明顯的 吃起來就是可以幫助消化好 真的覺得這個水餃是讓我覺得 喔 吃水餃不是在吃澱粉 我這裡面有很多蔬菜喔 可是你剛開始咬第一口的時候 我每次試過你會覺得 我以為四季豆是它會切可能小段小段 可是它切得像蔥花那樣子耶 它不是那種一段一段會有豆粒在裡面的感覺 四季豆這一款我覺得多的是搖感啦 我覺得口味上好像有沒有 沒有什麼看它差異 它大概平均一顆是多少次 高麗差一個 10.3塊 外面市價一顆水餃是多少錢 現在大概是6塊7塊吧 四季豆 12.1 四季豆本來就貴 是啊 現在果貌家我個人是不會為夠的唷 我也是 第二家是來自萬萬兩的水餃 然後現在吃下傳購很常開的水餃麵 這到底好吃在哪 不要這樣好像沒有聽過它的感覺 其實在之前它可是進駐在各大飯店 還有KTV裡面的水餃工廠 它是現在才開始自己出了一個品牌叫萬萬兩 說話說KTV的水餃是最好吃的 所以這次我們就來試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兩個口味 高麗菜酒黃 剝皮辣椒 菁肉口味 接下來是高麗菜酒黃口味 乖小蝦 就是調味很重的水餃 然後就是一坨肉在那裡 很像肉泥 整個是桑桑軟軟的 就不會有那個肉的彈性感 好像很認真食材的感覺比較久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滿多吃肉 沒有吃到菜的感覺 皮的感覺一下就不見 對 它們的皮就比較軟一點點 有一些很深厚的醬 還有香油的味道在淋上 降大於這個食材本身的味道的感覺 你果然是我的代理人 講的真好 那這個剝皮辣椒我非常期待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剝皮辣椒 我們去看看它們板地圈 它有味道 但是沒有口感 完全沒有口感 它是那種切得很細 所以幾乎是沒有口感的剝皮辣椒 但它是有辣度的 這個辣我可以接受啊 不算太辣 然後這一款呢 更重口味 完全不用加醬油 還有蔥的鮮甜 去跟這個剝皮辣椒做相煮相醇的搭配 剝皮辣椒水餃裡面是有加香菜的耶 多添加了一層清香的層次 都在這個很重口味的裡面 情媚 蔚蔚娘的品律可以多少錢呢 高麗菜9塊 剝皮辣椒豬13塊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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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是來自台北市 銀天母評價很高的水餃店 而且重點是他們家的招牌是 牛肉水餃 哇 我第一次聽到水餃裡面有牛肉水餃 所以呢我就買了牛肉口味 還有最基本款的高麗菜鮮肉麵條 我們先來吃這個高麗菜鮮肉口味 你不覺得它都很香嗎 很香啊 它鮮肉感覺是有少少淹過的那種鮮肉味 但是它又不是整個醬蓋過那個肉味的感覺 它的菜更脆 就是有甜味的高麗菜 它還有蔥的裡面 又香然後又多汁 這個皮是三家裡面最厚的 也是比較Q的 但是在它那個皺褶的地方我覺得皮膚 但是扣除那個地方其他的部分的皮膚就是好吃 我們剛剛看了一下這個資料 的確都是高山高麗菜鮮肉蔥 高山高麗菜鮮肉很有血味又很脆 好吃 迫不及待要來吃這個牛肉口味 我不管了 嗯 非常深厚的牛肉直接在你嘴巴上 爆開來 你知道有些不是很新鮮的肉 它就用很多的調味 去把它蓋進去 可是它這個沒有很多的調味 真的耶 真的很會吃耶 這個是我是不是高手 你這個廉價石頭 剛剛看了資料 他說這個牛肉呢是來自 韓仁牛肉的後腿肉 我覺得他們家的水餃呢 其實湯汁也是很明顯的 油脂感比較重一點點 好那喜歡這個高麗菜鮮肉水餃 一顆你多少錢呢 9.8 怎麼9.8比起來美 是 整個感受都是覺得 啊 9.8好像也有便宜耶 那喜歡這個牛肉的呢 18.8 好我18塊 我幾位回購高麗菜 我不會回購牛肉 我應該會買高麗菜 我買了四包 但我牛肉可能只能買一包 你就混雜在 爸爸有10顆水餃 一顆給他牛肉 這有給他驚喜包 第四家是來自 台南的 碧蓮水餃 那碧蓮水餃呢 這個也是非常多KL會團購的品項 我就是剛剛有問問兩碼 然後另外一派就是碧蓮水餃 所以我們就買了兩個口味 高麗菜豬肉 綜合鮮蝦 這個感覺很適合大家族 在那邊煮一大盤 然後夾著吃的感覺 看得出台南人的熱情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這個碧蓮水餃 欸 你有看到它這個皺褶嗎 跟它包裝帶上那個卡通的圖案 是這樣一樣 它是菜甜 肉也甜耶 是不是因為來自台南 所以都比較甜啊 很不錯的是 它的高麗菜的存在感很高 就它不是細細小片的高麗菜 它是咬到脆脆這樣 然後它的豬肉也是 有那個豬肉的顆粒感 很明顯吃到那個搖桿 它是水餃清淡 這一款你就可以沾醬了 我覺得它算是肉多皮糙的類型 放在家裡真的算蠻耐吃的水餃 好 那我們來吃這個綜合口味的 哇 我光是看這個皮啊 它不是蝦肉塊喔 它是這樣一個C字形 跟我說一哈肉耶 那這個綜合口味裡面有高麗菜 豬肉 蝦子 還有韭菜 我喜歡這個耶 真的是很豐富耶 也是啊 因為第一口就是塞爆 那個嘴巴的 綜合口味的蝦子 它是直接可以咬到蝦子本體的那一種耶 香海大集合耶 韭菜的東西我覺得 它有可能是提味的概念 對 那我們先來問看看 碧蓮的咖啡菜口味 6塊 6塊很便宜耶 哪有另外一款呢 3塊 3塊 那前面在幹嘛 好 那這個碧蓮水餃 我是不會回過的唷 歡迎是 我們家是阿日水餃 因為它很大顆 然後主打健康清淡 所以深受許多長輩的喜愛 那我一定不喜歡 那我們總共買了兩個口味 一個是玉米豬肉 跟高麗菜豬肉 喔 有感覺真的還蠻具的啦 我們來直接先吃高麗菜豬肉的口味 這好像會包著餡 好大啊 很大一口 而且那個味道是調豬肉 它沒有想像中那麼清淡 你可以不加醬 但是你要加醬也OK的顯露 而且我覺得它餡料啊 很像一個肉丸的感覺 豬肉的鮮甜感還蠻粗粗的耶 也可以吃得到它的那個 它裡面還有綠綠的蔥 所以不是只有純粿派的豬肉 高麗菜我覺得還不錯 但我覺得我這一個比較 沒有到很愛的是它的皮 沒有豬感對不對 對 有點軟爛 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玉米口味 就是玉米罐頭跟豬肉 我不是玉米派的 我覺得 誰想出現玉米小怪 小孩可能會喜歡你 我覺得這個玉米 配這個豬肉 兩個都是甜的東西 沒有解膩的感覺 其實它那個豬肉 我倒不覺得說有多特別會怎麼樣 但是我覺得調味的部分 然後加上玉米的話 就會加倍得很細一點 而且它玉米給蠻多的 它每一口都是這樣滿滿的玉米 它吃的時候會覺得它裡面水餃的湯汁是有 餡跟皮 都是在長輩喜歡的CP值點上 阿玉米的高麗菜 你覺得你可能是多少錢呢? 6塊 喔 很很敵耶 就是市場炸炸 玉米口味呢? 7塊 我個人應該是不會回購而已 我可能會來回購給我阿嬤吃 這個呢 我也不會回購 畢竟呢 我也不是那麼資深的長輩 但經過可以嗎? 我覺得是OK 天六家是來自 東門星際的水餃 我都沒有吃了 你沒有聽過怎麼會 我跟你說 這個可是 林青霞最愛的水餃喔 你叫它是誰嗎? 我知道它 但是它最喜歡關我什麼事 那不是叫到國外去了嗎? 那我們這次呢 買了兩個口味 高麗菜豬肉 白菜酒黃 豬肉 那我們就先吃 經典的高麗菜豬肉 哇 它湯汁很多 你們有看到 它這家的豬肉餡啊 是很像包子那樣一個肉丸的感覺 它比較緊實 高麗菜也是比較大片的感覺 那它皮好吃啊 嗯 它皮好吃 所以很有嚼勁 有嚼勁然後又要薄 就是不老硬 OK 要幫我吃啊 我覺得這家跟阿玉比起來 他們都是走樸實風 可是我覺得 東門的這間的皮比較厲害 那我們現在來吃 白菜酒黃口味 白菜跟酒黃的存在感情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高 如果你很期待可以吃到 滿滿的酒黃的那個口感的話 你是不會吃到這樣的口感 我覺得肉主要還是主角 那它皮超好吃 好好嚼勁 東門新界的皮 如果我在它家裡面工作的話 我是那個會指包皮的小孩 就把他丟到水裡面 然後去吃皮喔 兩個口味個別是多少錢呢 兩包都平均6.8 我覺得有比我想像中便宜耶 但這樣的話 我會回購喔 我覺得是屬於可以回購可不回購 不去捷花但是也不可以吃 第七家 增餃子 它這間就是淡身在日本東京的餃子喔 哇 先點小小來台灣 一定要吃一下 買了兩個口味 因為新年款高麗菜豬肉的地方說了 還有另外一個口味 是它的膠擺的冠軍 花蓮波皮辣椒豬肉水晶 現在是季度款的豬肉高麗菜水晶 它的調味也太酷了吧 我沒有吃過這種調味的水晶耶 其實我覺得它調味有點不太一樣 嗯 它調味好不抬喔 它的肉餡跟菜的比例是1比1啦 也是有夾到菜的部分 可是那個肉餡相對顆粒感在小一點點 它的皮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的彈 這樣看起來好像很有嚼勁 但是其實它吃起來跟看起來有點弱差 嗯 看錯臉 那你有看錯男人嗎 好好吃 有一點點辣是不是 對 應該是氣味粉吧 然後再來我們剛才猜不到的是 在我家柴魚汁 哦 難怪顏色是那樣子的 而且它還有加麻油 醬粉也是蠻酷的 那我們來吃 波皮辣椒水晶 這不錯 這不錯 來 我好像把那個波皮辣到雞湯包在裡面的感覺 有蠻辣的 因為它是花椒波辣椒 這顆好吃的 你吃完之後它還有產品的辣味才可以吧 它不是薄皮水餃風 它算是中間厚度 然後還是有韓韌感的 爽餃子的高麗菜 橘肉口味一顆蛋 吃辣天氣 哇 便宜 十四塊 哇 這兩個換它一個 十四塊是我們目前遇到最貴的耶 那我個人 應該拿一盒不會夠 就我這麼閒 神吃節用的人來說 應該不會 但是你的皮是好吃的喔 對 還不錯 你都比辣椒是好的喔 我們只是小氣巴拉而已喔 第八家是來自 巧之味的水餃 這間可是被認為台北最好吃的水餃 我覺得我真的是鋪漏寡 我都一直知道有四元八的 其他的我就不知道 你有四元八 而且我跟你說 這間水餃最有名的 是這個 豪華干貝水餃 這個水餃皮 什麼顏色 綠色的唷 很適合吃過年耶 過年我還是不想吃水餃 另外一個口味就是招牌水餃 一種高麗菜冰酒吧 豬肉 先來吃招牌口味 嗯 好吃耶 它調味好好吃喔 是最魚麵這幾家最適中的 鹹甜都恰到好處耶 鹹甜都很恰到好處耶 鹹甜都好爽 鹹甜都會用什麼空心包 對阿 它算是現包的皮 它沒有那麼慢的 但是它的菜質其實蠻多的耶 它皮也好吃 好好吃喔 而且它皮的韌感 我覺得還蠻明顯的喔 其實我覺得它整顆都很好吃 但它唯一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皮麵的性少了一點點 比較鬆一點 這家就是有點平均散在這個皮裡面 那其他家就是用力把那個餅乾撐開 那我們先來吃干貝口味 吃個綠色家給我該什麼玩笑 你有沒有覺得那個皮好香 那個皮好香 到底是什麼啊 海藻啊 喔 你有沒有一直覺得好香喔 我在海裡面有肉嗎 而且它的這個藻啊 不是單純就是變葉綠素而已 它先有那個藻香在裡面 我以為我會吃到一整顆的干貝 我也以為 它好像蠻遲到的 我只有吃到干貝吃 很像SO醬那種感覺 我要證明真的有干貝吃 不是 超難的啦 這個干貝口味最強的是它的皮 它的內餡干貝味反而沒有到那麼的明顯 沒錯 我可以淋入乾脂皮 好 那我想要賣這個招牌的水餃 到底是誰呢 6塊 可以買嗎 可以耶 那我先吃到綠色的那個多少 8塊 OK 我個人是未回購的唷 我也是 好 那我們全部吃完8家總共16口味的水餃了 我們現在要選出我們心理中的前三名 那第三名呢 是來自台南的碧莲水餃 你怎麼跟我一樣 而且我特別喜歡蝦子的那個綜合味 我也是 而且我家CP值是超高的 那我的第二名呢 是東門星際 它的價錢配上它這樣的餡 我覺得算是一個很合理的範圍 好 我的第二名是巧之味 然後它那個耳熔真的讓我覺得好驚艷 那我的第一名呢 是巧之味 但是呢 我得聲明一件事情 就是巧之味它是很好吃沒有錯 但是如果它想要更好吃的話 請你把它那個說的皮 都給我換成海藥好吧 那你的第一名 腳當腳 食材用的很好的牛肉 它那個食材讓我覺得很新鮮 好 所以想要來看我們兩個開箱 其他什麼食物的話 或者以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兩個不同年紀的應該是很可觀的嘛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再開啟小鈴鐺 記得幫我按個讚喔 我非常願意謝謝你 那想要轉更多 我們家裡個人生活的話 可以選我的IG唷 好啦 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